根據媒體報導 離開富邦轉投統一的胡金龍 星球季跟市隊簽下的合約 月薪僅有18萬台幣 對比他2020年簽下的月薪70萬複數約 有非常大的差距 而正在統一球團的立場 用這樣的價碼簽下胡金龍 你們認為是太便宜還是太貴了呢? 哈囉大家好 我是閃力 在打包富邦換縱尾的事件發生前 胡金龍可以說是台灣棒球史上傳奇人物之一 曾經上過大聯盟 早期跟陳勇基組成金融連線 更是中華隊的夢幻二友組合 回到台灣之後也展現了驚人的打擊實力 連續兩年奪下安打還有打擊雙冠王 前年12強他還用隊長的身份 帶領中華隊闖進輔賽 卻因為打包富邦換縱尾 各位校友加油的言論 被富邦送進了冷凍庫 正讓大家以為 胡金龍可能就此要離開職業舞台的時候 統一師居然接納了他 當時我就想 到底師隊是願意用多少的價碼來簽胡金龍呢 原本我猜至少也有個月薪30萬吧 再低可能就簽不到了 結果答案減少才18萬 應該也跌破不少人的眼鏡 那今天的影片 我們就來聊聊胡金龍可以為同一世代的價值 還有這張月薪18萬的年約 到底算不算貴 最後也要為這一期事件最大的受害者 富邦涵獎發聲一下 首先為了讓比較年輕的球迷了解胡金龍的過去 我們還是先來快速介紹一下這位傳奇人物 下個月將滿38歲的胡金龍 三季棒球時期都在台南完成 可以說是土生土長的俯成子弟兵 高中就讀男嬰 跟高遠的陳永基 時常在國際賽中搭配 從01年的亞青賽首次搭配 接著到世界盃 經典賽還有杜哈亞運 兩人的默契可以說是一拍即合 也被大家封為金龍連線 胡金龍曾經在訪問中提過 陳永基應該是他在台灣 合作過默契最好的二友搭檔 2003年正式開啟旅美生涯 胡金龍以15萬美元的簽約金加盟到期 僅花5年的時間就上到了大聯盟 雖然多半都在板凳上 以帶手或帶跑為主 但在聖亞第二度的大聯盟打擊機會 就會出了一發紅布朗 成為台灣野手第一人 投手第一人則是郭鴻志 原本發願希望能夠成為亞洲第一 內野手的他 卻因為演技的關係 影響到了打擊表現 雖然在08年獲得聖亞新高的65場出賽 但展現了打擊能力 卻是讓球團所失望的 後來離開 待了8年的稻棋 變成幫球讓人四處遊走 尋找機會 直到2012年的中華之邦季候選秀會 胡建勇成為繼陳金鋒、曹錦慧之後 第三位擁有MLB資歷 投入中職選秀的球員 結果如外界預期成為壯元郎 雖然因為肩膀受傷 讓他的手背價值大打折扣 但在眼睛恢復100%健康之後 讓他的打擊能力完全展露出來 從防守建長的內野工具人 變成了活力穩定輸出的外野場槍 回過中職的第一年起 胡建勇連續7個球技 達成至少三層打擊率外加百安 更能保持連5個球技 敲出雙外雙紅布讓 連4季跑出10道的成績 可以說是全方位的打擊好手 2014-15年的聯裝打擊幹安打王 還締造完全打擊的成就 是中華職棒時尚第10人 場上的他是對上的精神領袖 場下的他也是所有職棒球員信賴的發言人 除了擔任過球員工會理事長 前年也披上了中華隊戰袍擔任隊長 帶領年輕的選手們 拿下12強賽時最佳成績 副方球團後來也送上兩年的複數約 平均月薪高達70萬 絲毫沒有因為年紀而忽略了該給胡建勇的待遇 想不到在2020年6月25號賽前 網路上傳出一張LINE的群組對話截圖 群組名為南英商工校友會 名稱是C-L-H-U-E-5 發表了打播副方換政委 各位校友加油的言論 下面還有南英總教練牛爸的回應 馬上掀起廣大網友的討論 先是牛爸回應說 胡帝貪玩 拿哥哥的手氣發言 再來是胡金龍去找紅總解釋 金金公司也表示是南英群組私下對話遭刻意外流 是挑撥球隊內部關係的手段 但不只球迷對於這些解釋不買單 副方球團顯然也不認同 所以胡金龍就這樣無限期下二軍 也被禁止出賽還有停止隨隊練習 直到跟富邦兩年的合約走完 胡金龍重獲自由之聲 但大多數人還是不看好他能夠重回職業舞台 畢竟出過怪聲 年紀大又不便宜 而且久未實戰 如今身手還剩下多少實在是難以評估的 結果作風一向保守的統一師隊 居然成了胡金龍的心動家 這個消息應該可以說是2022年第一個震撼彈 胡金龍可以為統一帶來什麼價值呢 很簡單 當然是可以增加團隊誘打者的 威脅性 一向孔左的他們 團隊碰上右頭的打擊率有2.62 面對左頭會下降到2.52 特別是面對中性兄弟差更大 打左頭的打擊三圍遠不及打右頭 所以統一不只星球技補了右打羊炮 也補了胡金龍進來提升一下團隊的火力 希望明年能夠跟中性兄弟抗衡 從生態數據來看 胡金龍面對左右頭的打擊率都超過了3.5 穩定度不用多說 甚至也期待他能夠發揮母雞帶小雞的作用 跟師隊這批年輕的主力 分享打左頭的心得 前面也有提過 胡金龍是徒生徒長的俯臣斯蒂冰 而身為台南在地球隊統一師 給胡金龍一次機會 當然是名正言順的 既然球隊有需要 球員也渴望一個舞台 那兩者結合在一起 就成為了一樁美式 不過師隊也不是閒有的燈 從結果來看 我認為可以把胡金龍的月薪 壓在18萬這麼低的價碼 絕對是值得加許的 以過去在中職出過怪聲 或捲入爭議風波的選手來看 薪水大砍是可預期的 像林智盛在冰封帽之後 根據報導 月薪就從原本的120萬 大砍到剩下40萬 也是中職歷史上 遭到砍薪最多的球員 如果說大師兄是降薪求生存 那胡金龍就是降薪求舞台了 月薪18萬 基本上是他剛回台時 領的薪水一半都不到 最早易大師給他一張 月薪38萬的兩年約 後來逐年升高 從45、53、55 再到富邦時期的65、70 最高來到75萬 一度成為中職的新一哥 結果現在胡金龍可以把身段放下 知道自己已經一年半沒有成績 坦然看待大福砍薪這件事 我認為是很不容易的 他也有提到 選擇繼續打直棒是因為牛爸的鼓勵 雖然有其他球隊想要網羅他 但最後還是決定回到假想打球 而這一年半的空窗期 他也只有在郭鴻誌那邊訓練 對於自己的東山再起 其實是有信心的 如果撇開守備價值 胡金龍的打擊能力實在是無需質疑 他在中職累積超過3000打擊的選手中 打擊率是最高的 OPS加也來到了147.1 排第二的是林毅全 但他的OPS加更高 這大概也是為什麼 劉宜誠教練先前就在訪問中提過 這兩個人會是他平常指導選手的時候 參考的打擊範本 甚至說胡金龍是他高中以來 看過最佩服的選手 所以可以用一個開服袋的價碼 換算年薪等同於216萬 也就是林毅全FA全額轉隊費的五分之一 就簽到了這位打擊教科書 怎麼想都是一筆划算的交易 也難怪師隊不會去簽大師兄 或甚至考慮林毅全了 雖然林智勝同樣是誘打重炮 兄弟甚至也幫大家省去了轉隊費的麻煩 但原本月薪52萬就說不上便宜 而且去年季末打出了一波高峰 要大幅砍薪並不容易 對比胡金龍只要18萬 就能夠創造差不多的價值 那統一會選誰應該也很明顯了 當然我也知道大家在擔心什麼 畢竟胡金龍跟富邦不是好聚好散 會不會到了統一之後持續出怪聲 進而對球隊造成負面影響呢 關於這一點 統一領隊蘇泰安已經做出過回應 他認為這是過去的事情 而且不是發生在統一 加上胡金龍出身台南 甚至在這裡當過球童 相信他很了解統一式的文化跟紀律 未來應該可以很融入這個團隊 所以並不擔心這個問題 我個人也認為 延攬胡金龍一定是教練團跟領隊 共同開會過後決議要去做的 並不是誰一意孤行導致的結果 所以大家應該也不用急著替秉總擔心啦 至於胡金龍來到師隊之後要守哪裡 我個人認為外野是沒有空間的 畢竟原本就有三帥卡位了 雖然唐兆廷受傷 但他的定位屬於守備組 也不是胡金龍能夠補上的 而在有羊炮之後 好像也不用硬要胡金龍去練一壘 只要能夠卡位DH 應該就是師隊制服了 畢竟龐虎熊星球技多了一個 助理打擊教練的身份 重心應該也會開始轉移 那胡金龍只要跟比較年輕的 像林俊翰、吳杰瑞、郭富林等人競爭就可以了 在指拼打擊的情況下 他的勝算還是很大的 當然回過頭來看 我也想為富邦球團講一點話 畢竟撿便宜的是統一 但損失慘重的可就是富邦了 把胡金龍放到冷凍庫 他們每個月要損失70萬 從2020年7月算到去年12月這段時間 大概要賠掉1260萬 這段時間他對富邦沒有任何實質上的貢獻 甚至可以說是很大的負擔 他也三不五時回應外界該如何對待胡金龍 升他回憶君要承擔外界的輿論壓力 不升他回憶君還是得承擔外界的輿論壓力 兩種做法都有人質疑 真的是其虎難下 對富邦球迷來說更煎熬 看著原本支持的球星被冷凍 但又不能支持他弟弟想打爆球隊的言論 然後現在還要看著他轉投其他球隊回來打爆富邦 換作我是邦迷 這個祝福我真的也給不出去就是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我是史丹利 希望影片再按讚訂閱分享 可以開啟小鈴鐺最新的通知 記得按下訂閱並按讚 去按追蹤的Podcast 搜尋 沒有名的史丹利 也歡迎加入頻道會員 以貴的氣數 贊助我產出更多更優質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 最後我們來玩一個預測小遊戲 請大家猜猜看 胡金龍今年賽季 會在統一師打出多少的OPS加 賽季結束之後我會再來找出神預言的觀眾 送出小禮物 歡迎在底下踴躍留言喔